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 来我的玻璃星球坐坐 你很特别 也很漂亮 时间已经晚了 希望今天的开场这首歌曲 有带你进入不一样的一个奇幻异想世界 那这首歌曲叫做奇幻旅程 这是来自首页人乐团的歌曲 马上在跟首页人乐团的团长旭长老师聊天的时候 他其实有聊到这一首歌 那时候有来讲到说 或许在晚上可能失眠 可能不愉快的时候 想要利用这首歌带领大家来穿越到一座全是黑暗的岛上 但是在这一座黑暗的岛上 就是因为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来去管到彼此 所以只要安心的做自己也就好了 但事实上 在社会上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幸运吗 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他跟自我相处的方式不一样 有人他就必须是 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只透过自己 来认识自己 有人要非常的忙碌 他要跟朋友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他才觉得说 他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了 那有的人他以文字为伍 就像是今天的这一个人 那关于说以文字为伍这件事的话 其实在这个9月7号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得主也揭晓了 是坦尚尼亚殖民文学的小说家 叫做古纳 那这个古纳他是出生在坦尚尼亚 那他1960年的时候流亡到了英国出版的十部小说 和一些短片的故事 其实都带有非常重的一个殖民 以及难民的一个色彩 当然他是透过这样子一些书写的方式 来认识自己的生活 那也为一些其他人来进行请命 那其实古纳他是21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流亡英国了 在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来开始写作了 那这个呢都是与他离开的一个地方 有着一个很重的一个连结 意味着说这是古纳 他的作品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他的一个母语是斯瓦斯里语 英语呢成为他一个写作的工具 其实这一本小说呢是1987年出版的启程的记忆 那古拉的第四部小说天堂 其实就曾经入围了1994年了 这个英国布克奖哦 这是他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作品啊 那比较近期的一部作品 其实就是延续了天堂的这个故事 在2020年出版的作品名字叫做来世哦 那这当中呢 其实陆续陆续的都有好多好多的一个文学人士哦 他在每一年也会摘下这样子的一个桂冠 那这边是他用文字的方式来认识自己 那我也不妨说有一些音乐人 有些创作者会透过音乐的方式来认识自己 可是你相信有一群人 他们除了用音乐认识自己之外 他们也用音乐来带领人来跨越困难 那记不记得马士在前几个礼拜 有跟大家说到 我因为上课的关系 有来接触了一个说故事剧场 我们在聊到了这个坎伯的千面英雄 我们发生了英雄或者是每一个故事 都有他千篇一律的一个定义跟一个所谓的公式 那么在所谓的一个跨越困难 可能就是跨过了一个鲸鱼之腹 以及逃脱了一些比较魔幻的一个时刻 那在今天的这一个Morath 他们也是想要带领大家来跨过沼泽 跨越生命的困难 所以等一下一首歌曲过后 我们要邀请他们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而同时之间 他们就在明天的这个下午 其实不能说下午 应该说傍晚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这个他们在明天10月10号 在博二的Life Warehouse这里呢 会来进行这个高速青春的高宾友的 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是觉得说他们乐团的一个理念 其实跟玻璃星球是比较相符的 所以说就邀请他们来到了玻璃星球来玩玩 也来做客 我们等下一首歌曲过后 直接欢迎他们吧 来到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 这是来自于萧雅轩的地下铁 虽然说歌名叫做地下铁 可是他的歌词是没有这三个字的 其实在当时来说 算是我觉得我跟歌词当中的一个小互动吧 我觉得发现的这件事是让我非常惊喜的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在听歌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这首歌词里面有没有它的一个歌呢 哇 我第一次搭大行车耶 诶 小心 你放心 像这种大行车啊 视野死角很多 还有内轮差的问题 所以我有特别加装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开车时会多看两眼 就怕有些角度看不到 真的 好多视角看不到耶 所以在路上看到大行车 不但要小心远离 驾驶朋友也不抢快才安全哦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 和高雄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嗨 钱没赚到就被罚 怎么了 家里藏放的成年老酒 想说po上网赚点外快 哪知有人在网络截图向市府检举 就这样钱还没赚到就被罚了 国内现行法规 不能卖酒给未满18岁的民众 网络卖酒罚还最低1万元 最高5万元 烟酒咨询专线073314320 本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供 听众朋友 使用电暖炉时请注意 不要把电暖炉放靠近窗帘 或床铺的旁边 或者是让衣服纸张覆盖到炉身 以免造成危险哦 我是董玉君 欢迎您继续收听 温暖您每一天的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邀请到他们是Moraz 那在这边因为他们有六个人 邀请他们先分别的跟我们来自我介绍哦 首先第一位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维中Willie 然后我的负责的主要的职务 在乐团中大概是吉他手 小提琴手 然后还有比较多编曲的部分 好我的名字是丽安 我是这个乐团的女主唱 然后我是五月才加入的女主唱队 然后我是高中生 大家好我是叶成 然后我是鼓手 大家好我是依林 我是贝斯手 我是俊成 就是男主唱是吼腔的 大家好我是玉杰 我是吉他手 那这一开始的时候 想问你们 因为你们的团名比较特殊一点啦 虽然我刚刚念Moraz 但是前面有一个X 那个X不发音是不是 那X它其实是英文cross的意思 那后面的Moraz是 我们去缩写英文沼泽的 就是那个单字 然后我们把SS变成Z 变成Moraz 这样子念起来会比较顺 那为什么叫crossMoraz 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歌会 让人有一个跨越沼泽的感觉 很像我们的歌 可以帮人度过生命中一些困境 你们知道你们跟伊朗的一个 病毒学家壮名吗 他就叫 他就是真的就是叫Moraz 然后他在那个肺炎的疫情爆发的时候 被获选于当地的那种 卫生的一个咨询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委员 可能跨越沼泽 真的是冥冥之中 或许Moraz这个字 真的有那么一点的一个魔力啦 希望到时候 我们到大库去听到 你们的音乐的时候 也能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 好那其实Moraz呢 他们在这边有参加课程的呢 是这个Wheely的部分啦 他也参加这一次 这个高速青春的这个课程 你教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啊 老师们有没有给你哪些的一个指点呢 我教出的创作其实是 我们在还算是一个比较demo的作品 就还没完全的完成这样子 对那我教出去的版本是 还没有主唱的版本 我就只有教契乐的部分 那老师有听到说觉得 这个好像也就是还没有很完整 但是老师给予的评价就是 嗯算是够凶 因为我们是做的是Metal嘛 那这个东西是够凶的 但是需要加一些主旋律的东西 对那在修正的修正版的地方呢 我是有加了一些 因为我自己有小笛琴 然后就把小笛琴一些 诅咒的东西加进去 所以在之后的完成品的时候 可能会有就是小笛琴的部分 也会有就这个版本 也会有缠一点点进去 然后再加上两个主唱的部分这样子 那这个是他这一次在课程当中 所得到的一些启发 或者是得到的一些建议哦 不过再相对于说 我觉得在创作一个部分 我这边会很想问安安哦 那就是说 因为你算是今年五月刚加入的 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团圆哦 但是我相信加入正来后 诶你会做的事情 也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嘛 诶你自己觉得哦 你自己加进来的时候 或是说啊 你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去加到这个乐团来 让你觉得你加入之后 其实乐团的一些歌曲 你自己感受跟你过往 有哪一些的一个不同呢 诶因为我现在是高三升嘛 那高一高二的时候 就是我是热音社的 可是因为其实我从国二的时候 就有开始学bass 然后学那个音乐教室 也是在教金属乐的 所以我从国二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始 很喜欢金属乐了 然后国二一直学到高一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有一定的熟练程度嘛 然后但是呢 因为热音社大部分都是初学者 所以我其实很难碰到 跟我实力相近的人 让我们可以真的去 去cover歌或是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其实会一直很想要去找 觉得实力就是很强 然后也很有想法的一群人 然后可以加入 然后一起练团一起创作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就是 在那种FB 不是有那种社群网站 就是征乐手的那些 然后就有一天就滑滑滑 然后就滑到 就滑到Moraz这个团 Moraz对 就滑到Moraz这个团 然后听到他们的寄望 对啊 就觉得哇 这个团是大学生 然后又做了这么的 怎么讲专业 我就觉得哇 好心动哦 但那时候看到就是 他们地点在高雄 就他们都是高雄 几乎都是高雄的学生的时候 我就在考虑说 很struggle 到底我要不要去呢 然后我 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冲动的人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 好我就冲一搏 我就去应征 对 然后后来去高雄 跟他们套一次团了之后 就是他们认可我的实力 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这样进来 安安来 就是来算是应征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 就是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关于创作的想法 就然后发现 他跟我们的想法 还蛮match的 我相信就是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Moraz他可能会再加入 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个感受 那我现在先把焦点 其实拉回来这个高速青春这里 当初你是怎么发生这个课程的 我也是在网络上发现的 然后也是后来就找到青年局的 FB粉专 然后就发现他们有这个活动 应该说最初是因为有参加那个 社团的那个 他们有一个社团讲座 然后就是本来 就是他本来是实体的 后来因为疫情变现上的 对 然后他们又请很多厉害的人来 帮我们做 就是免费做奖座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就连接到了 这一个课程 那其实在课程这边 虽然说这次加入的 只有这个Willy的部分 但其实刚开始报名的时候 伊林他也是有来报名的 那像这边的话 当然因为你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一次暂时没有办法 但是我相信机会一直都会在 不过像以你来说 你是在哪一个情况下去 发现这样子的机会的呢 因为我跟Willy 平常就是很好的创作伙伴 这样 然后我们平常 就是会有一种可求吧 我觉得大学生 就身为学生 我们在疫情期间 其实有一种被限制的感觉 但是对于想要学习的心情 是会一直想要去突破说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学习 那刚好就是有这个课程的机会 我们从各种线上课程 就开始在家里看 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 他Willy都会一直传 课程相关的讯息到群组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去看 我们适合什么 像俊成他可能就会 对行销有兴趣啊 然后Willy对编曲 然后我们对持续的创作有兴趣 那就去报合适的课程 这样子 好的 那关于说这样子的来说 课程绝对会带来一个收获嘛 Willy你觉得这个收获的部分是什么 虽然你还没有跟Moraz分享这部分啦 我在课程当中 我们比较大的收获其实是在观察三位 因为我是上大象体操的讲座嘛 那他们三位老师其实分别都提供了 就是他们每一个相对乐器的一些建议这样子 就不只是对我的歌曲啦 对其他学员的歌曲也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在一个 聆听换学习 他们去怎么去听这些不同乐风的音乐 因为其实还蛮多元的有绕舍啊 然后电音啊等等的 都其实每个风格都有的 那其实就像除了这个之外哦 其实团人们似乎也都有在先前的一个疫情期间 来去参加了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线上的讲座 似乎大家在这边都有一些收获跟想法哦 那先问问看这个夜城 你在参加那样子的一个讲座之后 你自己又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Giggle 对他讲那个现场演出 对然后就是学到蛮多的 比如说上台前啊 你应该有什么心态 那还有你练团的时候 就是你要练什么东西 就举例来说好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之前吧 就是之前我们练团可能就只是练歌跑歌这样子 然后顶多修一下细节 但是就是听了Giggle之后 就是他的分享之后 我们才知道就是你会在台上演出出来的东西 你在练团室的时候就要有办法就是把它弄出来 也就是说假设你有talking 那你练团就是要练talking 对然后假设你有什么 比如说那个Giggle他会有 就比如说叫歌迷站起来或是干嘛的 看起来很像是即兴发挥的东西 其实他都是练过的 对所以才有办法 这么的顺然后或者是气势这么好 对这就是让我知道就是其实你在台上就每一个小细节 你都必须是下过苦工的 对就不是随便就可以变成这么厉害这样子 那在这一次在大库的演出 你会叫大家站起来或者是来一场波比跳吗 这个话应该问一下我们俊成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澎湖演出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桥段叫他蹲下 然后一开始他讲的时候没有人理他 然后他就开始他就生气了 然后他就说你全部给我蹲下 然后超凶的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吓得到不知道怎样 然后就大家全部都蹲下了 超可怕的 好那这边就是问问看俊成了 因为同时俊成他也有参与出了这一次的那个是他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演讲 这部分你同事也来请你做一点分享 但是那个蹲下那个先来说一下啦 就说一次不行就说两次嘛 音量越来越大声而已 没有声气就只是 就很多表演好像都会这样 因为大家还没有很有名嘛 就大家影响力比较没有那么大 所以可能 对就来应的这样 OK 我之前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有讨过其他一些乐团 他们很有趣的是 他们演唱会演到一半 因为他们是高雄某区 他们都在那里 累了洗 或者是几乎都是那边的人 那边盛产凤梨 他们就演出后一般就请大家吃凤梨 然后还有一组是 他们演出完之后请大家吃香蕉 心里想说 那下次可不可以请吃个草莓呢 个人很爱吃草莓喔 好 话题拉回来 现在问问看俊成 你在参加这次的那个演讲的时候 你的收获又是什么 就是表演不要做那么满吧 之前可能就像 就像橘狗他的时候说 就是他甩头 也是就可能两下 一两下是比较大力 可是后面就是比较 比较一种律动感的 就像我自己 不管就是在哪里表演 就是会尽量做好做满这样 就到最后就每次都超累这样 你的脖子没事吧 没事就隔天隔天会绕着 最近我也有绕着很困扰 等一下可以交流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下一位就是郁杰了 我的话也是听那个Gigle 那个线上的那个课程 我自己已经有点忘记他讲什么了 但是但是我还记得 有一次看他们现场的时候 Gigle就是有讲 有一句话 还蛮就是触动我心的 就是说 就是不管你的外来路怎么样 然后你就是要坚持住 你喜欢做的事情 就蛮触动我 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 持续的在音乐这条路上 持续持续的一个迈进啦 那当然我们话题拉回来 就是这一次10月10号 在大库的一个表演来说了 这一次在表演里面 你们安排了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啊 像以我来说 我曾经看过有一张演出 他们刚出场的时候 他们的服装很特殊 但我一直看不出来是什么 大概我看到一半 我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服装上面的点跟线都不太一样 后来我才看出来 原来他们在弄北斗七星跟仙女座啊 就差了一个北极星而已了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特殊了 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诸如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巧思 像这一次你们在大库的表演里面 这15分钟你们传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精华呢 那这一次主要的演出 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的Mauras 因为可能是我们跟许多人的第一次见面 重点会放在我们的新歌 也就是Willie他这一次丢失课程的这首编曲 那我觉得Mauras其实是 虽然我们是金属乐 但是我们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乐团 因为像在编曲上 主要是由Willie跟郁杰来做编曲 那他们两个呢 虽然就是看起来这样闷闷的 但他们其实写出来的旋律很丰富 那也都是很有温度 那我们其他四个成员 对议题类的东西会比较有感觉 所以我们在每一首歌里面 我们都会带入一些说话 主唱会说谎或是带入一些呐喊 然后希望可以将每一首歌 我们想要传达不同的议题 可以让观众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 这个10月10号的演出 然后让大家的一些情绪啊也好 或者是一些不管是快乐的难过 都可以被Mauras宣泄出来 其实因为金属 它虽然摸起来比较冷 但是金属它还是属于它自己的温度 只是说看当时你的需求啦 那但是我相信当你摸久了 你会慢慢找到跟金属 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处方式 那音乐也一定是如此的 那当然就是很感谢Mauras 他们可以带来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一个收获 那其实关于说对于这个小巧思的部分 其实女主唱安安这边 其实你也有一些小心得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小巧思啦 但是就是我们新歌的部分 因为之前旧的歌都是以前的女主唱在负责的嘛 那她可能就是不会吼唱 但是因为我有学清唱也有学吼唱 所以在主唱的搭配上面就是可以做得更丰富 可能像我们男主唱在唱的时候 我就可以吼或是说我们两个一起 一个吼高频的一个吼低频的 对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加入更丰富 或是更有厚度的一些 嗯怎么讲 一些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改变吧 我觉得其实蛮蛮不错的 就蛮爽的 所以这一次Moraz这一次的一个对外的演出 其实是你加入乐团后 Moraz第一次的一个对外的一个演出咯 是是是对 那这一次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跳过沼泽呢 也期待大家10月10号的时候 直接到大库来去感受咯 不过最后有一件事情得问咯 Moraz我们该到哪里去找到你们的一个作品啊 那我们目前呢 的作品有上架在G-Boys上 街身上 那其实我们有持续的创作 所以目前是孤老有创作出来 然后也在预备录音 那我们期待就是在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我们会上架Spotify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Moraz的动态 那也可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跟FB 搜寻AXNORAZ 那我这边先预约更未来的你们 到时候上架的时候 记者再来我的节目 跟我再来玩一次好吗 好今天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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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于白兔 当时的我们 现在时间呢 其实已经是深夜了 如果说你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有可能你是还没有睡觉 或者是你睡不着 亦或是说 可能有不得不的理由 所以你也转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收音机 或者是转了您的频道 来到来分就4.3am 108就来到空中来陪伴我 当然很感谢你在这个星球旅程当中 很感谢你持续在空中陪伴我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是Moraz的这一个乐团 来跟我们来聊聊 就是关于他们的一个创作 以及就是来告诉大家 他们在这个明天 这个晚上 在Live Warehouse这里 会有一个表演 那刚刚我在上一个阶段节目中 最后播的歌曲 那首歌曲 就是Moraz他们所演唱的歌 叫做《寄望》 其实呢 他们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文字 其实就是来提到说 因为生命不同的一个阶段 他们为了求学 为了工作 但是他们有梦想 所以他们离开了家 奔波在现实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在电话里呢 那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是一种关心 是一种想念 那只是表达的非常简单 非常的粗暴 甚至有的时候简单到 我们可能都会把它给遗忘哦 你在还没有机会 回馈到它的爱的时候 它的离开 就会让你进入前所未有的黑暗 那么寄望这首歌曲呢 他们想要强调的是 在疲惫之间的呐喊 也是对无法预测的人生 总是挣扎的旅程 向上天来发出的一个祈求 为疾苦所苦的人 为生活所困的人 当你发现身处黑暗之中 祈求上天给予我们力量 而且冲破黎明之前的一个黑暗 我相信Moraz的歌曲 以及Moraz他们整个团队的一个信念 就是一直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持续持续地在前进着哦 说到了光明 说到了跨越黑暗 自然就一定要有光嘛 既然要有光 怎么样开始呢 或许就是用火咯 我忘记其实是在哪一段来看到的 这是好像是有说 人类的眼睛是用火去铸成的 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眼睛上面 燃烧了两把火 所以我们眼睛才有了光 我们才看得到东西 有点忘记是哪一个神话出现的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 接下来这首歌曲 在他的歌词当中 其实当然就有火了啦 只是呢 他整首歌的氛围 还是马是非常喜欢的 The Liza and Sharon I see fire 来自爱着杀人的歌曲 希望呢 今天的一个节目的安排 你还喜欢呢 我们正逐渐逐渐的 将玻璃星球塑造成了一个 航向行星的一个太空之旅 但当然我最后还是会把你们 带回地球啦 如果直接把你们丢包在外太空 当然也不太好 对不对 其实在节目的最一开始 我透过奇幻旅程这首歌曲 带你们来穿越离开到遥远的世界 但是可能刚好最近因为我的生活圈 我的一些相关的经验的关系 我开始对于说故事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的着迷的 而且似乎我对于一些 很奇幻的事情 或是很魔幻的一些想象 我个人会是非常喜欢的 其实像这个地方 我们不得不在后面来讲到一个 我最近在使用的一种手法啦 其实这样的一个手法就如同 我之前跟你们说的 就是在坎伯的前面英雄当中 有来提到的 英雄他会经历了17个阶段 那后来呢 大家会把他来做一个简化 变成12个阶段 但是其实都是有一点换他不换要的 甚至有一点像在Sheldon 他的著作里面 他也有来讲到一个英雄 或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他会走的一个四个循环 但是虽然这是一套四方的理论 可是当我们放到东方 他还是可以相通的 你会发现这当中 还是有那么一些换汤不换要 或者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底值 都还是存在的 那么其实有来提到 就是说我想要尝试 是使用穿越 想要用故事 让它发生在跟我们 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地方 那即便我在跟你们讲的 都是可能生活当中 很近很近的事情 我也希望能够把它塑造成 像是一个航向行星的 一趟旅程一样 我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内 可以忘却睡不着的痛苦 可以忘却你在生活的压力 可以忘却任何任何 让你不开心的一个负面情绪 而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能够让你来想象 能够让你忘却害怕 忘却痛苦 那关于害怕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项研究 人的一个诸多情绪当中 其实唯有害怕 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是会把人给真正的 凌迟到死亡的 那其实这一点 他已经透过科学研究 去做过证实了 其他不管是绝望 不管是难过 的确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心血管上的一些影响 但是害怕 他的一个影响 却是最直接最直接的 所以当我读到 这样子的一个相关文献 或者是我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之后 我一直在很尝试的 要把玻璃星球给塑造成 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样子 我也希望你能够接收得到 那当然不只是玻璃星球了 连午后阳光第三阶段 我也尝试了让他可以是开心愉快的 希望在近期听节目的你 你都可以真正的忘却 你的烦恼都可以让我来陪伴你哦 那么最后呢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得跟你说再见了 最后我们送上这首歌曲 来奠奠一下心情吧 我们听到的是 SH1的经典歌曲 这首歌叫做月桂女神 这首歌曲呢 它可是改变了 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 也就是达夫尼 以及阿波罗 他们之间的一个神话故事呢 你相信吗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坎伯嘛 在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也使用了一个坎伯的公式哦 你们之后可以发现 来找看看哦 你还好 我还好